一個外交部長斷交這麼多早就該下台了 但是你越做越穩 我就給你分析 你抓住民進黨政府他的核心思想啊 你把自己演成國務部長 拼命戰狼式的外交部長就是你啊 你現在一出問題就罵中國大陸 可是想一下喔 為什麼馬政府時代 他的斷交國八年任了一個 蔡政府現在還七年 連洪杜老師九個高下立判啊 那時候他講的他強調是說 兩岸外交戰修兵 那我們現在是什麼 吳部長帶頭衝啊 兩岸就是烽火外交 對這種外交結果是這個樣子